白露颱风侵袭台湾 我们可以感受到高雄桃园的雨势是越来越大了 而现在区公所区长也带着消防局跟警察局 还有国金人员来到秦河里做强制撤离 桃园区长谢英雄带着警消人员 国君弟兄来到秦河里挨家挨户拜访 要来协助秦河里的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区 就是因为秦河里有部分住户就位在河床旁 大雨一来恐怕会发生危险 由于降雨还没有传出严重灾情 有不少民众选择先待在家中 等待雨是增强再离开 因此公所也要求民众 没有马上离开必须签下切结书 替自己的安全负责 如果越来越大要离开 因为我们有的人还没有来 要等他们来再一起走 不过桃园区长强调也要求秦河里长 入夜时要留意保全户是否全数离开 除了秦河里以外 全区八百二十六位保全户 也已经请各里里长协助安置 原市新闻 那么多久高雄桃园采访报导